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就是一个叫做大深圳都市圈 由哪个组成呢?由这个是深圳、东莞、惠州、河园再加上散美组成 这个是大深圳都市圈的起因就是因为9加2大湾区 在2018年定案,2019年落实每一个地方的功能 9个城市里面有先、有快、有慢 大湾区里面的核心城市就是深圳和广州 广州和深圳来说在经济方面就占了整个大湾区的差不多一半 而他也是这么说,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强项 深圳就是说是创科,广州来说是大型的基建 或者是那些叫做航拍、汽车工业是实力的 大家互相去分工 互相去分工的时候,因为什么呢? 他要一个核心来说就是一路也都是人口的增长 也都要带动了周边的城市 以两个核心城市而带起整个大湾区 今天来说最主要就是大深圳都市渊 我们也这么说,经常我们说投资投资 投资的目标是什么呢? 都是想做到这个是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来说,我们很多时候来说 我们是如何去紧压机会 机会过了就没有的 我们看回来说,我们身边 现在我们在2020年在疫情之下 我们又可以如何去紧压机遇 做到财务自由 2020年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来说 因为疫情之下,环球印银子 美国就量化,宽松就无限,都不知印多少 同一时间中国都是印银子 这里来说,我早期也做了一些 YouTube上拍了一些专题的报道 大家可以看回 也可以看到金管局也是不断去摘钱 摘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卖港元,摘美元 环球资金来说,面对这个是 欧美那边的负利率 而美国那边去到差不多零利率的时候 说的是十年债券都是一点多厘 资金来说,追求利润的 明知道美息债券那边这么低的时候 资金会追逐一些还有利息利差的 在亚洲来说,中国的GDP各方面都是离息 各方面利差都比其他欧美 所以来说,资金是涌进来亚洲 涌进来找资产去投资 所以看到我们的股票,欧美的股票都升 因为为什么呢? 拿着美金远早会贬 下年也是这样说 有人预测到会给35%美元贬值 如果你拿着美元的 或者你拿着港元的 会不会还放在银行呢? 那些钱会买一些优质资产 起码都会打赢通胀 亦都可以避险 所以环球资金现在是返纳 亦都是这样说 资金来说,要摆向一个什么地方呢? 资金来说,一定要找一个叫做雪道 雪道的意思是什么呢? 一个雪球 一个雪球要滚下来的时候要濕 要濕的雪球才会滚 最重要要找一个方向 如果是雪道的话,我们叫波道 波道最重要要找到一个方向的投资 你放在那里,好像我们买物业的时候 找到一个方向 基本上来说,份量都会赚钱 你如果是买一些优质的资产 他会不断增值 所以环球来说,就是在买一些优质的资产 另外一方面来说,行下来说 也是这样说 是不断去帮投资者 去找一些叫做优质的资产 所以我们有五个标准 五个星的标准就是 稳健、低水、又价、又市 优质、优质和优质的推出机制 在香港来说,我们还会不会有些优质的 沉迷的机遇呢? 其实香港来说,房地产市场方面 其实我们看到,按100%来说 已经去到大约是95%了 因为运动、政制各方面来说 香港本身很多时候也是故步自封 亦都没有那么多的机遇 迎合不到 所以来说,我们看香港的房地产来说 是一个军镜位 亦都是这样说 面临了很大的冲击 内部外部令到 其实来说是影响到营商环境 影响到环球资金 当然了,疫情过后 运动过后 都会是有资金、外来的资金 刚才所说 环球资金、美国资金、欧洲资金 其实都是追逐一个高温暴的增长 香港来说,都是一个很适应的 我们就说香港是主要是优质物业 那些叫高档的,那些可以持有 但是如果这是一些中水平的物业 其实我们在说可能是尼敦道的楼 或者是一个叫做大营屋苑 那些民生区的话 那如果拿着有几套的话 那就情愿是将资金涂延 为什么呢? 我们常说资金在同一时间里面 是能够相比较 是争取最大利润 那香港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看到那个增幅来说 是随着现在的经济环境 未必会几年之后 会有一个叫何观的增幅 反观来说 我们在大湾区来说 亦都可以看到 它的同步增长 每年的GDP 是他们里面的人工 工作人员的人工 平均来说可以加10%以上 亦都可以看到 我们在行下来说 找一些叫做新的机遇 而如果你看到香港来说 就等于我们在上游里面 水位没有什么水位 而我们希望能够 帮投资者去找一个叫做新的南海 亦都是和投资者一起去前进 亦都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能够可以 在现在最大的亮点 就是在大湾区 你可以看到 整个大湾区来说 这个是海南岛 那边就是台湾 发光发亮 你看到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我们所说的 九加二大湾区来说 其实就是 我们的九个城市 最爆幅点 而深圳来说 在香港亦都做了它的定位 在九加二大湾区里面 其实深圳已经是定位 就是先行先事 那待会我们和大家分享到 深圳如何去先行先事 和一个叫 深圳的大都市圈 是如何去形成的 那大家都熟悉的了 这个就是深圳的 深圳的北站 那来说 我们去深圳来说 搭高铁 都会在这里会 转车 或者是直接去到其他地方 那我们在这辆车 就是动感号 那就是西九通车的时候 我们15分钟 就已经去到深圳北了 那我们就当时 2018年的时候 已经是率先 和大家去搭高铁 去到深圳北 再去到广州 就体验了整个大湾区 由高铁拉动 那个城市的风貌 那我们看回来说 我们深圳来说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 平时过来 只是看落湖 其实深圳的CDB CBD来说 应该在福田和科院 有汇展中心 你看到两个CBD 这个就是福田的科院 深圳湾对出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CBD 另外汇展中心 其中一个CBD 深圳来说 其实他有动力 平均年纪来说 大约是20至35岁 很多年轻人来深圳 追求他的理想 现在伸得脱的深圳人 全部都是精英 全部是博士生 大学生 他有很大的魄力 基本上来说 香港占了整个中国的精英 以前有几万人 到现在大约2500万 2500万的人口 地方来说 其实位置 是比香港大1.7 你想想 香港是700多万 未到800万人口 而深圳来说 是2500万 所以来说 计算面积 等同面积 以及人口密集过香港 所以近来来说 深圳的租金 楼价也涨得非常快 深圳来说 一直在成长 整个地方叫做一个科院 引育了很多大学生的研究院 在这个位置 整个大湾区的精英 全国的大学研究院 都会在这个位置 研发了高端的科技 即时有资金 是前海 就是金融高薪区 金融区 可以将去上市 或者是吸引环球资金 香港来说 亦都是 处于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 就是吸引环球资金利益 亦都配到成长 那我们去到 国内大湾区来说 其实来说 国内已经很先进了 我所说的 亦都是这样说 现在加斯 你见到 广州佛山的 现在加斯 跟我们的 香港的现在加斯 其实都是 没有什么分别 你见到的 有些美食 另外来说 他们的大 现在加斯 更加大 因为他们整个地段 整个楼都是现在加斯 所以国内的市场是非常大,我们看到这个是合马先生,也是马云的 将超市与物流网互联网结合,线上线下的超市 网上落单,即时上架上货,到天空上走,即时外卖去到抛股的手里点 如果想行商场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迎合到,应有尽有 国内的生活质素的时候,其实是大型商场,比比街市 而他们通常会逢假日的话,会开车去商场 形成了商场来说,排队的现象出现了 这里一般的商场来说,这是佛山来的 所以大家都开车的时候,是等排队拿位 我们回来说,整个深圳或全中国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在哪里? 做了2017年的时候看到的城市来说,第一都是深圳 第二是广州、北京、上海、东盘、苏州 你看到吸引力来说,始终是深圳行头 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现在在国内的大城市 一级的城市,现在都是发展着智能的城市 包括深圳、港收、佛山,都在一个大型的城市里面 如何去运用密联网、互联网去数据化 令到我们生活的各方面,能够体验智慧城市 其中一个体验智慧城市的话,就是车位方面 车位令到有车塔、共享车位出现、共享电桩 这个是体验智慧城市的资源 因为城市里面,个个都想入城市的市中心 个个目的不同,第一个,有些人去做购物 有些人去商务,有些人去那里居住 所以城市的中心只有一点,如何去将其资源 更加能够灵活去运用呢?更加好呢? 所以五支来说,亦都带动了一些密联网 大湾区来说,14亿人口去深圳能够做到这么科研 各方面能够这么超前的话,其实背后吸引了精英 十四亿人是个精英 精英来说,我们以前就是中国的东部 东部沿海城市 而现在连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 都是去广东省的 你看到这些是北方的沿海城市 北方、山东、黑龙江人口在那里下降 反而来说,你看到这个重庆 这个广东省最前的话,其实来说是最多人口来广东省 粗略估计来说,来广东省每一年有100万 粗略估计来说,按100万计算的话,十年是1000万 但是这个数据是会递增的 按照比例来说,一年不止100万 所以令到我们经常说房地产 可以看到,窮息的地方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来说,北上港深 其中的两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在大湾区里面的两个核心城市 所以我们刚才所说,定位了大湾区 即时定位,将两个核心城市拉到其他城市 体验不到经济的协调 土地资源协调,经济方面也要协调 有些隔离左右的,现在深圳来说 其实来说,你见到这么小的地方 容纳了2000多万人口 港州来说,都是容纳了2000多万人口 将来说,2023年会增加一倍 一倍那么多,成亿多 所以你见到,它的氛围来说 每年人口增长,我们说是经济动力 人口越多的话,流动力 离口越多的话 第一,对它的人口的精英 那么多精英去到深圳的时候 第一,它可以带动它的GDP 第二,亦都带动了它的资源 就是房地产资源 会升的 佛山和广州都是非常之 也是第二个佛山 所以佛山来说,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 广州来说,无奈是因为土地有限的时候 广州现在核心的地方就没法发展 只是广州是将广州的版图 以前潘虞的,就在周边的城市 就归纳了广州 我们看回来说 香港、深圳、广州、佛山 四个地方来说 亦都带动了,两个地方 就带动了附近的城市 而我们香港能够去到深圳来说 就是15分钟 再过来说,30分钟就去广州 所以随着高铁通车之后 就拉动了我们的 那个城市的距离 亦都能够将人口 可以在不同的城市里面 发挥到未必一定要在那里住 但他们互相的商贸往来 其实来说都是增加密切 亦都能够互动到 刚才有所说 两个实体的两个大城市 因为它如果再大再强的时候 会局限了发展 所以来说 现在是走一个二十世纪的新时代 就是联盟 带动其他周边未发起的城市 所以来说 这个是深圳圈来说 就带动了东莞、惠州、散美 广州来说 就是云浮、邵庆 这个是清远再加韶关 这个来说 其实这个概念来说 是哪里出现了呢? 深圳和散美第一个 就是拿了散美四分一个 香港的深散合作区 将它变成了 那些人进了深圳户口 叫做第十一区 取得成果来说非常之好 由2019年去深圳截本之后 那些企业各方面的发展 完全加速得很快 造就了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存在之后 在政策上的统筹 发觉大湾区 其实都可以效法这个东西 深圳行先行先事的模式 就将这些周边城市 配合深圳发展 这些城市是给土地深圳 而在拉动经济产业方面 由深圳去主导 就更加加速了土地的更加能够有效的资源 而深圳是什么? 有人才 缺是缺土地 所以它能够不断去招揽人才的时候 它能够将产业向外爆 所以令周边的城市都能够共享范围 这个是基本上都市圈的概念 那广州来说也是不差的 广州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做到一个氛围 这就形成了 这边就是叫做广州都市圈 这个叫做深圳都市圈 看到来说大家的产业 深圳、东莞、惠州 最主要是做电子讯息、电器、高科技的产品 玻璃、晶片 另外来说 广州这边是较为做一些比较重工的汽车业 无人机、机械人 大家互相没有搭出生产链 大家互为分工 你可以看到分工 广州深圳的都市圈人口差不多 大家都有三千多万 但是深圳的土地来说 是比广州的一半少 所以深圳的房地产在爆升上来 深圳大家看到 深圳最近的房地产爆得很厉害 你看到一些GDP 你看到一个圈 我们现在就说的是 这个是 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 大家要明白 这个是商机 而我们大湾区来说 以前来说 绿色部分 这个是TDC 拿出来的时候 国际创科 这个是科技的疏纽 这个我们叫做 新的名字 就是深圳都市圈的位置 这个就是互为保足 就是5G 而深圳来说 最多人才是做5G 以及做创科 广州会少些 所以很多时候 分工就在各个产业面 互相分工 那么好了 自从这个是量化宽松 刚才所说 中国都量化宽松 疫情之下 就更加多的钱来说 是够经济 因此热钱流入了实体经济 但是很多时候来说 大家都知道 在深圳来说 房地产 可以是这样说 十年里面 就升了10倍 其实最爆升是哪几年呢 是2014年 2010年至2014年 是最爆升的最厉害的 现在来说 就刚刚好 就刚刚 过月疫情之下 深圳楼市 也是因为资金 也是印了银子 也是落了实体 所以来说 令治的人拿着钱 就买砖头了 令治深圳的楼价 在短期里面爆升 令治到要给茶钱 要给百多万 买一千尺的楼 一千万 令治到深圳政府说 不行 如果楼价是这样升温 深圳就出台了楼控 在楼控之下 令到东莞都楼控 令治到整个深圳和东莞的人 就开始对房地产 就很热衷 这个我做了一个专题 在YouTube里面说 这个是深圳的楼控 有几个YouTube 大家可以上网看看 如果你看到深圳的楼价的发展 你可以怎么看呢 1999年 其实深圳来说 大约是五千元 五百元一尺 五千元一方 去到最爆升 这个位置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是2014年的时候 2014年的时候 深圳的楼价都是两万三 但是在两年之间 2016年 已经去到五万多 五万多的话 一年升一倍 两年升两倍 你发觉 楼价来说 升幅的幅度非常之快 去到五万多 现在我们去到 2020年平均深圳的楼价 其实都大约去到七万多一方 因为这个半年里面 都升得非常之快 而那些人 限扣了 加了辣 本来可以买楼 三年住满 深圳就可以买楼 现在三年都未住满 其实已经加到五年了 那是不是那些人 就是说 对那个买楼的意欲 如果买不到楼 那些人拿着资金 要多存两年钱的话 怕追不到楼价 令到很多朋友 现在是一车车 每天有十几个旅游巴 是摘一些人去中山 摘一些人去惠州 他们去两边是最近的 摘一些东莞人和深圳 令到惠州现在的楼市 非常之火爆 16日整四日里边 七月十五日去到七月尾 十四日里边 基本上 卖了八千四百套楼 八千多套楼 chased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在14日内卖? 每日些3езде 大概是一份里面 到周边的惠州的楼,有可以预售的楼全部都卖了 我们做海时代京城惠州那边,我们的朋友就很他条 我们一年前7月份,现在的时间慢慢选择好单位 现在这分钟来说,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人周边的楼都卖了 他们买的销程,每天都可以卖到百多间 两天内卖1.5亿,这是我们看不到 也没有想到原来大家伙伴得这么厉害 他们会走到惠州,现在暂时未限购 我们香港人只能卖一间 这是深圳的周边套 今年周边都差不多去到四至五万 现在上年大约是三万多,四万多 农画是五万六,五万八 你看到一岸之隔,惠州大约是九千多至一万 如果有个大深圳都市圈 即是说和深圳合作区的翻版 那些人就放心 为何来说,整个大深圳都市圈 由深圳统筹的话 他自然本身可能已经是 那时候惠州也是纳入深圳 也都是享受深圳福利的话 那些人现在就一窝蜂就去了惠州 就去到等于我们在惠城区 是所有的楼盘都被深圳掃了 有盘出的就预留 预留不了的,那些人想更加能够有把握 有机会大一点的就用茶钱 用几十万茶钱去hold单位 形成了当地人,深圳、惠州、东莞的人 就大家一起去掃楼了 那现在就是因为疫情之下 我们在香港好像全部被人封关 都移不到 所以令到我们错失了很多的投资机会 错失了很多投资机会 那你见到了 深圳人、广州人、东莞人都涌向一个叫做 惠州 惠州就是等于整个大深圳都市圈的中间 所以惠州那里 惠城区也有很多深圳人 其实已经存了很久 惠州是未来东部发展的重点 如果大家看看整个深圳都市圈五个城市 最中心点就是惠州 就是惠州 就是惠城 所以你见到 惠城区现在的楼价卖到两万元一方 各大大型商场落成 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就是一个叫做 所以我们是 深圳都市圈都市圈 在这边发展 所以我们当初来说 我们去年行下发展 亦都是跟投资者一起去成长 一起去成长 由低水的时候 没有人选择的时候 我们率先去增持一些叫做优质资产 他他条条 所以我们经常说 雪球的轨道 波道 我们找到雪球的波道 我们率先去拿了雪球 那我们去拿了位置的资产 资产是要先和后果分别的 那些深圳人来到的时候 那是不是体验了我们之前有百多户 所以我们会购买了惠州时代京城的业主 他我们带了去一个叫做方向正确 率先可以买低水的东西 所以来说 你见到这里是仲海 仲海来说 其实来说是比东莞 比深圳 是一个叫做落差得非常之大的 比卫城的落差 是低水是低到是成倍的 九千多元的 日口的发展路桥基建来说 亦都是非常之配套 那我们这个盘呢 亦都是这样说 所以怎么说呢 我们带朋友 体验了我们是来深圳 享受深圳的成果 成果是什么 深圳都市圈自然就会带往了惠州 惠州那边呢 我们来深圳 这个是仲海区 这个是福田来说 是有轻轨 有高铁去连接 这里来说的楼价是过千万 惠州来说是十分一 就是一百万 可以看到了 另外来说 我们的车位也都享受 港佛同城 佛山CVD的红利 我们是2019年的时候 我们带朋友 2019年的年中 带朋友同一年的年中 带朋友去仲海 很轻松 基于来说 我们是看回来说 其实智业来说 有不同 有附合了五个标准 投资自用 对接当地市场 赚租金 有升值潜力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也做了不少推介会 也有很多朋友 珍惜了一个机会 我们带朋友去现场看楼盘 要解当地租务 这是沙盘 这些是业主来的 业主来说 在2019年的年尾 我也带业主去体验 西湖的惠州围城区的生活 亦都可以介绍到 这个就是 仲海就是20分钟 由高铁去到南山 你想想 这里的价钱和仲海相差10毫元 我不要说升得多 我是拉回多几倍 楼价就升多 邱腾华也说仲海 所以我们选楼盘的时候 我们继续质素 这是创科的板块 是响证创科板块的中间 是四高铁两成轨 高铁的中心点 价值来说九千多元 九千多元的时候 所以来说 我们是带了一班的业主率先 而九成九的买家都是国内的 所以我们买的楼盘来说 日后二手市场各方面 都对接国内非常纯属 行下来说 选楼盘就是推介楼盘最好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其他盘呢 其他盘我们不是不能做 很多人做 不过我们想 希望投资者 用最短时间去增识 这叫最优质的 因为优质的 通常都不会等的 没有时间 还在圍城区 亦都是挥回了很多的创科 未来也是四高铁两成轨 亦都下年通车 就是革心高铁直接到深圳北 下来西九龙38分钟 如果能够通到西九龙38分钟 一百万都不用的话 那是不是很超值呢 那你也可以看到 大量的高铁落成了 那我们11月就收楼了 那现成这个城轨 接驳去惠环站 直接接驳去东莞 去重山湖 重山湖的时候 现在的楼价大约三万多元一方 那我们这里还是一万元一方 那你朋友如果是想的话 因为为什么还有十套八套 其实每天都在烧 现在卖到天地 天地是什么意思 天台那层和地下那层 中间层全部都买了 那也是这么说 下一个楼盘是什么时候呢 下一个楼盘的价钱 就不是一万了 下一个楼盘要去到万三至万五 那看到了 万三至万五 那么短时间里面有五 有三至五千元的升幅 那证明了 由羅湖去到仲海的地方 大约1个小时15分钟 那你说相差来说 我不用搭高田 只是自己开车 或者是搭滴滴 1个小时15分钟到门口 那也是非常方便 那这个就是乘轨 接驳是接驳廣州、深圳 直接去到南山乘轨 那另外来说 我们又有直通巴士 推广期就50元到了 你说了 50元是什么价钱 50元由香港到仲海 每天有三十班车 连堂通关之后更加快速 一个小时56分钟就已经到仲海了 所以整个位置来说 你说了 比中山便宜 所以为何会为东莞、深圳的人 蜂拥而去 我们说卫州 不是说大瓦湾 不是说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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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正是维阳的市中心 维阳的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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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都市圈都是有高铁去经过这个地方 都是半个小时之内去到 所以你看到日后的人流、物流 他们半个小时到了 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可以在这里做事 住在这里 这里住在这里 也可以在广州做事 所以维阳两个深圳都市圈 这就是卫州、卫城 这个我们大家最出名的是西湖 西湖来说 带朋友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是那群业主团去到西湖 我们就住在这间酒店里面 就体验了整个西湖 西湖的美景是5A级 整个卫州的风景区 也都是屋与门口大型商场 体验不到经济繁华 另外也是金山湖区 这个地方也是去到要给茶钱 这个真的有钱都卖不到 麻烦大家拿好钱出来 就要给茶钱 什么意思? 就是要后门 这个就是维队的万丈城 这个就是华润的万丈天会 这个就是市中心 江北在这里休闲的生活 其实都蛮捨意的 也是这样说 冬天的时候 其实贵州是由沿海再上高山 去这里来说 其实有很多温泉 山区那边有很多温泉 而楼本来说 基本上大约是一个多小时 由深圳过去大约是 温泉区大约2个小时 每逢星期六日 车流量就会向贵州那边走 广州的车流量都会向贵州那边走 所以你看到贵州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西东八八 那边就是时代倾城 整个楼本现在是9成9卖了 剩下20卖 可能这两天都卖了 我们的项目已经拆了盘架 交付使用是今年的耍元交付 昨天都做了两个签约 都是在网上预留的 网上不是预留 网上下定 直接看视频就已经卖了 香港人来说真的太慢了 有50米泳池 这个是封顶 这个是七栋 这个是八栋 各项目的详细资料 可以看我们其他的YouTube 90多万可以买到这么大的地方 非常超值 我看日后的价值 大约是300万左右 也是一个多小时可以做到 一天放租大约是三千多元左右 非常好 回到现在来说 由深圳十年的经验来说 出台打压流控 其实是有十几次的 由2020年 到现在2020年 其实深圳不断出一些限制楼市的措施 所以我们看到在国内买楼 就算在刚才说的韦州楼来说 刚才说的韦州楼来说 都是这样说 我们买了的楼 其实是参与 如果银行可以做按揭 做买楼为杠杆 就更加享受经济成果 但是你可不可以再买两套 三套四套 其实香港人来说 对大湾区来说 正规的 在全中国 香港人只能买一套 因为每个地方的系统 未通 所以你才会在每个地方查不到 查党的时候 再买多一套 但是买得越多 其实楼不是用来炒 所以你面临了 可能税费 在各方面 就算升了楼市 可能你都会有很多限制 如果在投资角度 就会有很多 我们叫做束缸 而在香港来说 楼不是用来炒的 不是用来投资的 反而来说 除了楼之外 那我们看下会不会有其他产品 就是工商 和後面 这是新的板块 新的方向 投资车位 而银马来说 如果工商 写字楼来说 银马太大 转身慢 好像现在 这个疫情之下 很多写字楼都面临了吉铺 买铺要减租 很多都沒有租客,這個營商環境非常被動 在國內,在一線地方,核心城市,住樓是非常爆 而在車位,他們未發覺到車位投資價值 國內的車位,其實都是很低水,世麻靈活方面,周邊城市也是非常核心 在國內,如果是投資車位,千萬不要投資三四線城市 為什麼呢?其實車位是要有兩個爆升的因素,一個是內部,一個是外部 如果你是投資三四線城市的話,只有內部,內部如果它的入貨率不足的話 那些車位永遠都不會勝出的,好像現在很多地方說 補多少泥回報是沒意思的,因為你的車位十年給你十泥 補完之後又怎樣呢?十年之後,你十萬買入,十年之後都只有十萬 那你就錯過了一些在十年裡面,其他地方爆升幾倍,或者十下 即是說很高增長的升幅,而你的錢就坐在這裡位置,被人鎖死資金 所以車位來說,是一定要選擇位置 2020年車位分享,我在youtube裡面都有很多的詳細分享 這個其中一個,講香港車位,以及分享大陸車位的情景 這個我們講了,去看youtube 另外亦都分享了,如何選擇一個優質車位 這個youtube都有石油,大家可以看看 一個優質的車位,近電梯口的居然和不近電梯口的 同一個停車場可以相差三百萬 這個停車場在香港實在是一個例子 近電梯口的日價可以高於其他位置三百萬 什麼價值呢?這個在youtube上可以看 最深的 另外我們看看我們如何將一個很小的銀碼 能夠去很短時間,用一段時間裏面增加 可能去到二十七倍,現在正在走的 看回youtube也有說的 我們就由香港的經驗,由香港買車位開始 由2015年十七十五萬一個車位,去到今天 我們的資產已經是升到差不多一百萬 由一百萬再進升到下一步是怎樣去做投資 去到二百萬或三百萬呢?三百二十萬呢? 那你又可以看回,由十五萬去到三百二十萬是怎樣的旅程 車位其實是最欺負有錢人 最欺負什麼有錢人呢?是有錢 有錢,看到了 如果是這個,是自用的 他說我不用用嗎?我為什麼要給你呢? 周邊的有錢人,你給錢去都不會給你的 因為為什麼來講,很多時候國內這麼需求的車位的話呢? 第一,他接送小朋友要車,做生意要車 如果一個家庭只有一個車位,他還要在外面欠車位 你說給多多錢,他說我只有一個車位 我都要租,我怎麼賣給你呢?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形成了車位是非常之,是一個叫做跳價產品 第二,就是看看駕駛的人有沒有實力 如果上面樓上駕駛的人沒有實力的話 鑽洞鑽洞就找些迷魄的地方 但是如果駕駛的人有實力的話,怎麼會去鑽洞鑽洞呢? 時間就是金錢嘛 所以一定要找一些叫做高質素的住宅 就不要想一些平民區的住宅去投資車位 我又看到,大家有沒有分享一個,香港車位是貴的 大家都知道,國內車位暫時不貴 大家有沒有想過,未來幾年,國內車位的租金貴 租車位和賣車位是和香港車位的比較 我覺得是過未來五年,國內無論租金買車位 是一定貴過香港 意思是怎樣呢? 國內現在是幾十萬的車位 現在香港是平均來說大約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的車位 過多五年,國內的車位價格是遠高於香港 租金也會遠高於香港 怎麼看呢? 在廣州來說,最新的時租收費 路邊時租收費,平均來說最便宜是十六元 香港的時租收費是八元 還要累進制,三小時以上麻煩你二十六元 拍一天怎麼計算呢? 拍一天是二百六十三元至三百二十八元 是否遠高於我們拍街時租的停止場呢? 所以來說,在這裏已經反映了 另外來說,他們國內人未看到車位的價格 如果他們看到車位的價格 他們亦都會用一個叫爆幅,爆發性的增長 他們也會等於我們在深圳,一百方一千萬要付一百萬 買到就賺的 所以來說,他們會有一個噴泉式的回應 國內是很快的 其實他們未看到車位的價格 這裏下面幾十萬的車位,他開車都七八十萬 你見到他其實想買車位,到時是要租的時候 他是不是交協,交不到兩千多元 交不到一千多元租呢?其實不是的 他們完全有能力交的,你說兩千元三千元 他完全有能力 在我們的車場裏,其實全部都是靚車 部部車都各百萬以上 如果那分鐘沒有車位,可以買,只有得租 如果你想要租的話,我要去到一千五至兩千元 而在他的角度來說,我買車回來這麼貴 也是為了做生意 我當然要善待車,不會走到街頭 你說多付兩千多元成本,百多萬買車 加多兩千多元拍車位,不會嗎?一定會 如果是交到兩千多元的租金的話,車位值多少錢? 香港,一千五元的,兩千元的金絲花園 也值百五萬,那就值百五萬了 所以來說,去一回頭,其實車位百多萬 廣州已經是去到約二百萬的車位 現在我們在車場裏,看到駕駛的用戶 其實他的經濟實力非常強 彭蘭第一部車馬沙拉提島 在國內的市價是大約一百四十萬至一百六十萬 這些是Vanova,一百二十萬至三百萬不等 你看到這些來說,他既然買了幾百萬的車 三千元,四千元,沒得租的,能夠解決問題的 沒所謂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國內人下來的 其實他們有這樣的需要,就要付 他的觀念上還未改變 所以來說,現在我們大約是五十幾萬 五十幾萬,其實這個價值其實是值的 我們看現在我們在佛山CBD的車位大約五十至六十萬之間 但是我們又這樣說,和朋友分享的成果 現在我們內部營購,八月,八月尾,二十幾萬至三十萬 日後的成長就是什麼呢? 日後成長一百萬至八五萬的話 即是說他可以,利潤很深,有百幾萬利潤 那就盡早聯絡我們了 這個是我們佛山的金融高薪區的車場 無論裡面,外面,全部很帥 你看到全部是車位,打了地七,後面防撞膠 全部拍了名車 因為這班車主,其實沒有重視下面拍車位 現在有五百幾戶是未賣車位 剩下二百幾個,我們是現在香港朋友擁有著 也都不會賣給他,那我們就二十幾三十萬 也都去到某個水平之後,會賣多少呢? 我們一路把租金亦都給他體驗車位價值 去到千五元,兩千元,到時我們就八十至一百萬 到時可以叫做退出 那我就所說了 在所有地方的CBD,就是最旺的地方 商貿活動、交融有能力的人才會住 在中環,珠江新城,過千萬 現在的車位大約是二百幾萬 當日都是五十萬左右 現在是中環,我們的CBD,無論是海船門尖沙咀 都是說現在最貴的車位是七百幾萬 而你看看我們在佛山來說 這個CBD來說,佛山CBD 亦都是比美珠江新城的翻版 他的時間和港佛同城,三十八分鐘地鐵往來 所以是做了珠江新城的輔助 在千登湖這個位置,我們今天的車位價值 是五十萬至六十萬 亦都是這樣說,因為我們首持一批貨 我們在今年,我們在夏年,會定到五十至六十 但是現在我們在九月十二十三日會做展銷會 我們在八月三十日做一個叫內部營購二十幾至三十萬 在展銷會的價錢大約是四十萬左右 年尾的時候大約是五十萬至六十萬之間 亦都是看回他們所有的車主的能力 其實足夠可以買一輛一百萬的車位 因為他們的車都是幾百萬 我們在行下發展來說,其實在國內 因為國內大灣區不斷有十四億人的精英 每年百幾兩百萬流入大灣區的房地產一定會升 買住宅來說,也都面臨了五至六年的週短期 靈活性彈性也有限額制度 每一個人或每個家庭只能買一個 所以令指導是否真的可以投資 其實住宅是只能參與 反而在車位其實是沒有限制 今天買了明天的價錢升到八十萬 你可以買出去 你可以持有越多貨,日後賺的錢元 而是希望大家持有大灣區的機遇 享受大灣區的經濟成果 金幣一路衝上去 我們看到大灣區的市場 香港人來說,亦都是爭取你是否同步 如果你不同步的話 就死守香港一些住宅 死守你的高位的樓價 只有這麼高位的樓價 只會向下微,每年下五個百分之十個百分之 五年之後,回到大灣區已經是幾倍了 所以來講,投資不能夠麻木 亦都不能夠死守 亦都我們經常講,投資要審時到勢 大灣區來講,我覺得現在在這個環境下 會加速了我們香港朋友的,很快會成熟 成熟得來,資產會爆得很快 而香港朋友的收入和資金 在這分鐘追不到的話 這兩年追不到,就沒得入手機會 你可能會問,到時幾年之後 沒錢買哪裡? 大灣區的二線大灣區 最可能是清遠韶關再過 但是有這麼說,其實清遠韶關再過 其實內陸城市都一樣是增長的 所以我們香港人的購物力 可能未來只能夠去海外 所以我們都對接一帶一路的項目 行下,也是這麼說 有關剛才所講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的YouTube平台 或者是我們的Facebook 都可以實時分享到給大家 記憶來說 你可以看到 從深圳限購到東莞限購 到整個大灣區 不約而同的大家都增錢資產 其中的主要是什麼呢? 主要是市場資金涌延 另外量化寬鬆 他們把錢放在房地產 當是銀行 好過給銀行沒有利息 把錢保值 我們香港人面對我們首持的物業 首持的現金 亦都被環球衝探 因為美元每天都有銀子 港元就跟美元掛鉤 所以大家在足夠機會 能夠上到車至到業 如果我經常說 要多少錢 少少錢都要上車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補充今天做了一個Zoom 大家可以回顧在網上 多謝大家